青菜丹本社和火器物的行为 真正是越来越离破了 保理订台湾楼边的铁客博德 每天都有很多民众在这些休闲散播 想不到近年有人不怕 真人的感言说 台湿记就将整车的火器物 直接等在博德边的拆草堆 固定全部都让民众来博德来 直接向保理订公司检计 看着博德和人乱丹台両火器物 民众说实在很离破 有人知道整车的火器物 在接着博德边的拆草堆 过程全部给民众摆下 保理订队无妙边的铁客博德 虽然是饮饭酸的一条小路 但每天人来人往 在这些休闲运动民众非常多 这些大大行为让民众感觉不可思议 要不得啊 因为每天都会 让人家走路很漂亮的步道 如果丢了这些真的是扣分很多 常常来因为这边很凉爽 看到这边被人家乱丢废弃屋的地方 会有点生气吧 因为是大家休息的地方 然后这样被弄脏弄乱的 是觉得很不ok的 像这种的的时候 在这台数机在光电化日之下 整台小货车载来这 往路旁下去 其实这是我们保理 最好运动的散步的所谓 在这里等会气污 感觉非常没有公德心 民众将会来压力提供给保理订公所 减计这种不发的行为 管副官保教和警方接到公所通知 也广告现定进行彩警 了解状况 地主被窃就是 那个磁砖类的部分 那这是一般事业被窃 那这个我们会用被勤罚的部分 二十几条第一箱第二款是财宝 压力提供有一个新的民众 国家每天在这里召售的环境 知道有人在这里黑白鸾档会去门 也我们买到大门实在很不良心 我现在看到这里有这个东西 看到这个经营的感觉 六车 本数人数 在这里要让我们所有的乡亲 就是说 不要心存侥幸 其实保理公所这次 有诈我们中途的这个山 有100基的这个路纹监视器 分布在我们各个重要的这个 接到路口 第一就是防止我们的这个犯罪 以及我们要防止 我们黑白乱丹这个垃圾 环保教授以这民众 提供音频和商品 对早上当时有人口案 以及火器没清理法 可以出发一千两百块到六千块的法判 不然你当公所也要民众 大家要有环境保护观念 当时来修好我们美好的生活环境 接着王嘉胜 彩虹报道